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支海上探险队正在进行侵查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一支海豹一直在他们附近游来游去 当他们靠近一看 这支海豹的脖子被一条尼龙绳围着 而且累得已经披开肉绽 看着让人非常心痛 这样深的痕迹 小运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传上了 于是工作人员连忙帮这支海豹将尼龙绳紧开 当工作人员把海豹解脱后 连忙将它送归大海 不得不说看到这幅画面 相信许多人都非常痛恨往大海里流垃圾的人 其实像这次海豹这样的遭遇并不在少数 还有一次渔民正在海上捕捞的时候 有一支海龟就在渔船附近游来游去 当渔民们将这支乌龟打捞上来的时候 发现这支乌龟的脖子上也被缠着一根绳子 而且这根绳子是把海龟勒得非常痛苦 甚至可以看到里面的肉 善良的渔民将海龟脖子上的绳子解开之后 又将它放归大海 再放归大海